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名正道 主所亲爱的 所简险 所疼爱的 大家安息日平安 安息日蒙福 靠着圣灵的帮助 今天我们大家以神的话 来互相勉励 不要怕黑夜的瘟疫 不要怕黑夜的瘟疫 黑夜总是让人家害怕 黑夜总是让人心里感觉到不安 特别是小孩子的感觉 是最智洁 但神安慰我们 神提醒我们 不要怕黑夜的瘟疫 有人说 人生有四怕 怕穷 怕病 怕仇敌 怕死 其实 人生还有很多 害怕的事情 但是 就没有人 怕神 特别是我们人 作恶的时候 做错的时候 连神都不怕 这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可怕 当我们今年 刚进入到这个新年的时候 大家都以欢乐的心情 期待着 2020年 存在着 盼望 明天会更好 但是 2020一开始 就让许多人 失望 甚至让许多人 恐惧 害怕 不久前 如果你说 你刚从中国 或者武汉 回来 你想 大家的反应 会是如何 但现在 你无论从哪里 回来 大家 对你的反应 都很特别 原本 大家都不怎么样的 来看待 这个病毒 但是 这病毒 却成了 全球性的 大风暴 原来 大家开始 都带着 这个是 你家的事 跟我们 没有关系 但是 这件事情 却成了 全球 大家的事情 因为病毒 是 没有分 国界的 病毒 也 它也会 坐飞机 会坐 轮船 甚至 做任何的 交通工具 到处走的 我想起 2003年 我们 印象还很深刻的 那个SARS 也是一样 引起我们 全球的恐慌 那 今年 这个 新冠 肺炎 病毒 比当年的SARS 更严重 更让人家 惊恐 那 目前 有人 从医学 这个角度 也有人 从科学 这个角度 来看 这个病毒 那我们基督徒 应当 从什么角度 来去看 这个病毒呢 我们 我们信神 我们信神的人 信神 讲的话 我们信圣经 那我们就应该 从神的话 从圣经上 来看 当病毒 灾难 临到的时候 我们看神 怎么样的 安慰 我们 请看 诗篇 91篇 诗篇 91篇 这一张圣经 最近这一两个月来 在网络上 许多人 都用这一张圣经 来勉励 来互相的分享 来安慰 那 我们读这个 第六节 91篇的第六节 这里说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 五间灭人的病毒 第五节 你也不必怕 黑夜的金海 或是白日飞的箭 这篇圣经里面 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话 它一共提到瘟疫 最少有生三次 甚至有人看到 有四次 那第一次 就是在第三节 它必救你脱离 捕鸟人的网络 和毒害的瘟疫 那第二次在哪里呢 第六节 也不怕 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 五间灭人的病毒 那第三次 是在哪里呢 第十节 货患也不灵到你 灾害也不挨进 你的家 或者是 你的帐篷 这个灾害呢 在原文 它有一个 同样用的代码 就是5061号 5061号 这个代码呢 所有的瘟疫 都偏在 这个号码里面去 都互相共用 灾害也好 瘟疫也好 击打也好 它都是在说明 这是瘟疫 那圣经 对神的选民 大声清楚地宣告 不要怕 不要怕 不管是 黑夜行的瘟疫 还是 五间灭人的病毒 或者是 白日飞的剑 这种种 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人生当中 会面临到的 各种灾难 灾害 神都告诉我们 不要怕 这些病毒 灾害来的时间 有时是白天 有时是黑夜 有时是中午 它任何时刻 它都来 不是说在你白天 很警醒的时候 它不会来 也不是说在你晚上 睡觉的时候呢 它就来 也不一定 任何时刻 它要来 它就来 那为什么会有瘟疫呢 当瘟疫来的时候呢 它是悄悄地来的 然后呢 它是突然间地爆发的 然后呢 很多人就中了 不知不觉 中了病毒 然后呢 它就很快地去扩散 然后呢 就有很多人死亡了 在网路上啊 我们应该都看过 看过这样的 影像 这样的画面 有一个妈妈 正在走路 感觉到不舒服 马上拿起电话来 通知家人 在跟家人 讲座话的时候 突然间倒下去 就不会再 就没有再起来了 有一些影片上看到 一些人正在走路 走路走路 突然间就倒下来了 那这些影片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都是真实的事情 就像第七节说的 虽有万人 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真的这件事情 就活现在 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眼睛底下 突然间 这个瘟疫 过了一段时候 它又悄悄地消失了 它来 来去都无踪 来 来无影 去无踪 很神秘的 你以为你对付了它 你也解决了 解决了它 但是我从圣经上看到 我们不是解决了瘟疫 是瘟疫自己的 静悄悄的 莫名其妙的 消失了 走掉了 我们今天医学上 追不上这些神秘的病毒 当我们发明了 对付它的药 但同时 也死去了很多的生命 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当你对付了这种病毒的时候 在不久 又有另外一个新的病毒 又起来了 好像这个 新型冠病肺炎病毒 新型就是新的 冠病就是好像一个帽子 这样套下来的 新型冠病病毒 人类遭到可怕的病毒 已经有很多次了 最可怕的就是在14世纪 欧洲发生的黑死病 也叫做鼠疫 鼠疫的瘟壁 那这个黑死病呢 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 那个历史的资料记录 短短三四年里面 就死了一亿的人 一亿多的人 你听好 不是一百万两百万 也不是一千万 三四年里面 死了一亿多的人口 那是非常可怕的 那有些病毒呢 是从动物身上传来的 开始也有人认为这次的病毒 也是从动物传来的 但现在看起来 似乎好像不是 那至今科学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为什么这些病毒 在动物的身上是不会死 一传到人的身上 人就会死 也没有办法去解释 那病毒的灾害 我们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 他是怎么样讲的 请大家翻开 历未记二十六章 历未记二十六章 我们读一节到二节 这个是神警告选民的话 也是提醒的话 第一节 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 不可立雕刻的偶像 或是柱像 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 安什么凿成的石像 向他溃败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第二节 你们要说我的安息日 敬我的圣索 我是耶和华 这里我们看到神宣告 选民不可敬拜偶像 要遵守神的诫命 特别这里的提出安息圣日 也要尊敬神的圣索 那个忌讳敬拜的那种精神 那种态度 那三节到六节 如果我们遵守的话 怎么样呢 第三节 你们若遵行我的利率 谨守我的诫命 我就给你们降下十亿 较地深处土产 田野的树木借果之 你们打粮食 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 摘葡萄要摘到杀种的时候 并且要吃得饱足 在你们的地上 安然居住 那第六节 我要示平安在你们的土地上 你们躺过无人惊鹤 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 熄灭 刀剑呢 也不经过你们的地 那这里神运许了许多啊 如果遵守神的诫命 谨守安息日 尊敬神 以信全的心来敬拜神 这一切福气啊 这里刚才所看到的福气啊 都要赐给我们 在那个地上 安然居住 而且赤也得饱 众所莫都有收成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平安 这是神讲的话 神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信 如果神讲的话 你都信不过 那你还信什么呢 神就是这样跟我们讲啊 遵守诫命的 他一定是福 一定得平安 不单止得平安 会过得非常的舒服安乐 神是这样跟我们讲 那如果不遵守呢 那我们来看 如果不遵守 我们读十四节跟十五节 十四节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遵守我的诫命 怨去我的利略 怨悟我的典章 不遵守我一切的诫命 背去我的业 我们再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二十一节 你们行事若以我反对 不肯听从我 我就按你们的罪加气倍 降灾于你们 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 到你们中间 抢侍你们的儿女 吞灭你们的牲畜 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啊 再看下去啊 神的愤怒还没有停止啊 再看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 报复你们 被业的仇 记记你们在各层内 降瘟疫 在你们中间 也必将你们交在仇底的手中 二十六节 我要折断你们的杖 就是断绝你们的梁 这些圣经都一直在告诉我们 如果遵守神的杰命 敬畏真神 那么一切的福气都领到 如果违背神的杰命 又不敬畏神 不怕神 那这些灾害都会领到 那如果你有时间在读 注意去读 神要降的灾有四大灾 这里讲到走兽有没有 二十二节讲到走兽 再来二十五节讲到刀剑 瘟疫 然后二十六节讲到饥荒 这四大灾害 其实就是神的愤怒来的 等一下我们会从圣经看到 甚至从启示录看到 这四大灾害 就是神愤怒的时候 神要审判的时候 他都会降这四灾的 我也叫做 这四兄弟 灾害的四兄弟 是神愤怒的烈火来的 那我们看 瘟疫 瘟疫其实是表明神的愤怒 兄弟姐妹 瘟疫 圣经告诉我们 启示我们 这是神 对罪恶的一种愤怒 对人类的一种刑罚 甚至是一种审判 我们看以西结书十四章 以西结书十四章 我们 我们来读十九节 十九节 以西结书十四章 十九节 或者 我叫瘟疫流行 那地 使我命的愤怒 倾倒在其上 好将人以牲畜 从其中 剪除 看到吗 这里说 神叫瘟疫 流行 行在那个地上 他指定的 那个要审判的地方 将瘟疫 进入里面去 流行 就是到处跑动 然后呢 使我灭命的愤怒 原来 这个瘟疫 神这样的瘟疫 叫做 神灭命的愤怒 已经很愤怒了 要毁灭了 所以叫瘟疫 进入那个地方 去进行神的 神的毁灭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表面上看到 瘟疫是自然界的东西 或者是动物传的 或者不卫生 这只是从卫生 从科学 从环境上去看而已 但事实上 从灵界里面去看 从信仰上去看 那是神的愤怒 是神的愤怒 叫做灭 灭的愤怒 这种愤怒 是要人命的 再看21节 21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将这四大灾 就是刀剑 鸡荒 恶受 瘟疫 降在耶路撒冷 将人以身处 从其中建出 其不是更重吗 不是更严重吗 弟兄姐妹 世人有世人的看法 医生有医生的看法 我们神的儿女 也有神儿女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 就是根据圣经来看 根据神说的 来这样相信 来这样警告自己 提醒自己 那瘟疫呢 在言文 言文的就是铲除 瘟疫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 就是铲除 把你铲除掉 把整个地方铲除掉 那你就说明 它的严重性 那圣经里面 有很多关于神 愤怒降下瘟疫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两个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 实在太多了 我们来看 明书记二十五章 明书记二十五章 我们先读一节到三节 神为什么要降下瘟疫 来 二十五章一节到三节 以色列人住在省庭 百姓以模样女子 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 献祭 百姓就赐他们的祭物 溃败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 以巴黎皮尔联合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这里记录在旷野的时候 以色列人 他们停在审庭这一站的时候 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很可怕 很惹神愤怒的事情 第一 就是在那边 行起淫乱 第七条诫命 行淫乱 跟着呢 又在那边 刺激偶像的物 还溃败这些偶像 那就是第二条诫命 不可败偶像 这些都是惹起神愤恨的 如果他们是外邦人 如果他们不是神的儿女 如果他们不是神拳选的 那就算了 因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 他们不是神的人 他们也不敬拜真神 那你有什么好讲的呢 但今天 做这些事情的 行这些罪恶的 是神的儿女啊 神所减险的 神所疼爱的 你说神的心愤不愤怒呢 那 神生气了 那就怎么样处理他们呢 怎么样审判呢 我们就看第九节 请大家读第九节 那时 遭瘟疫死的 有二万四千人啊 这里直接讲 神愤怒 刑法他们 就是用瘟疫 遭瘟疫而死的 有两万四千人 很清楚 神用瘟疫来审判他们 这个是神的愤怒 因为刚才圣经说 神已经愤怒了 神的怒气已经发作了 那就用瘟疫啊 那么要怎样 问题是要怎样 停止神的愤怒呢 怎样能够让这些瘟疫 消失呢 不再伤害 毁害 除灭人呢 我们来看 有什么方法 赶快看 我们看 民书记二十五章 第七节到第八节 瘟疫怎么样停止 其实就是怎样让神的愤怒停止 来 第七节 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看见了 就从会中起来 手里拿着枪 跟随那以色列人 进庭子里去 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 由腹中刺透 这样 在以色列人中 瘟疫就止息了 瘟疫是怎样停止的 这里记载 当摩西亚伦带领着 以色列人在悔改 哭泣的时候 第六节说 他们在悔改哭泣的时候 有一些不怕死的人 有一些继续在 在作恶的人 一些继续藐视神的人 藐视领导人的人 领导臣的人 带着磨疫的女子 从他们面前经过 进行淫乱的事情 大家都在那边悔改 大家都在那边认罪 这些人 直接从你面前经过 这个 祭司的儿子 以利亚撒 菲尼哈 他看到 他公义的心 圣洁的心 不能够让这种事情 继续下去 他就起来拿座枪 跟随他们 然后就拿枪 刺他们 这里圣经说 从由腹里面刺透 由毒子这边 这样刺穿 他们的毒子 这样呢 这样呢 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 才停止 才停止啊 马上停止啊 所以这个瘟疫 他静悄悄来 突然间爆发 然后突然间 很多人中了 突然间很多人死了 然后又突然间 静悄悄的离开了 你以为是 我们的医药 医学 控制了他吗 不是啊 神的怒气 仔细了 当神的怒气 仔细的时候 神刑法到 一个阶段 一个要求的时候 他停了 是神停 让他停的 是神让瘟疫 悄悄的离开的 这里很清楚啊 瘟疫就停止了 那是圣经的记载 我们是信神的 我们是相信圣经讲的 所以不要什么都 用科学 用医学来解释 这些事情 那个是世界的解释 那当然有他们的理由 可是我们是信神的人啊 兄弟 弟兄姐妹 我们看事情 一定要从神的角度去看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再看多一个例子 瘟疫 是神的愤怒 请看这个 明书记十四章 明书记十四章 我们读一节到三节 明书记十四章 一节到三节 来 一二三 当下全会众大声宣让 那夜百姓都库号 以色列众人 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 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必被奴隶 我们回埃及去 去不好吗 到底他们发生什么事 到底他们在这里 吵呱呱 吵在吵什么 第四节 来 看第四节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 回埃及去吧 原来啊 他们就即将要进入到 迦南的时候 已经到 离开边境 迦南边境已经不远了 那么摩西就派十二个探子 去打探消息 去看那个情况 然后做好各种的安排 来进攻 进入这个迦南地 那探子回来的报告 他们都说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那边的人啊 好像巨人啊 那些百姓听到 这个十个探子的 这种恶性的报告 没有信心的这种报告 他们就在那边哭了闹了 然后就说 神把我们带出来 要死在埃及了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孩子全部都要死在 死在这个旷野 然后他们就很生气地说 我们不要摩西来带领 我们现在显立一个首领 带领我们回埃及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目的就是要给他们允许 目的就是要给他们运许迦南地啊 给他们享乐平安的生活啊 幸福快乐的生活啊 那你现在不要去了 要回埃及了 这个是跟神的旨意有抵挡 跟神的计划有冲突 这是违反神的计划 抵挡神的工作呀 而且也是你们祈求他 叫神带领他们出来的呀 现在就已经要到了 已经很靠近了 在关键时刻 是因为听到一些坏消息 一些没有信心的话 讲一些没有信心的话 然后就不要再进去了 这样子没关系啊 他们还要做什么 我们看 他们还要做什么 请看第十节 但全会众说 哪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那就是耶稣亚跟加勒 突然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 他们不去就算了啦 还要拿石头打死人啊 为什么要打死加勒 跟这个耶稣亚呢 因为这两个人 跟那十个人讲的话不一样 加勒跟耶稣亚讲 那个地是流奶以密之地 是神要给我们的地方 我们肯定可以进入那地 可以胜过他们 我们不要怕 神与我们同在 他们讲信心的话 也是讲实际 实事上看到的情况 因为我跟你讲的话不一样 你就是要打死我 因为我不赞成你回IG 你就要用石头打死我 这些人啊 不是流氓啊 不是做鲜饶的恶人啊 不是杀人放火了 是神的显明啊 神的显明啊 原来的心啊 跟没有好像那些外邦人这样 跟没有神的人一样 跟那些恶人一样 那个心怎么这么凶恶啊 只是讲造就的话 只是讲性情的话 只是讲神要我们讲的话 你就要把我打死啊 太可怕了 好 那么后果是什么呢 十一节 后果神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什么时候呢 跟着呢 我们看实际的关系 我们直接看这个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看明书记十四章 三十六到三十七 来一二三 摩西所打发归探那地的人回报 那地的恶性 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其中唯有嫩的儿子耶稣亚 和耶弗尼的儿子家乐 仍然存活 十二个人去 为什么十个人遭瘟疫而死 两个人不会死 就是因为看你讲 你在做什么 你在讲什么 你是在替神讲话 你还是在破坏神的话 你是站在神那边 还是站在那个世界那一边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要非常谨慎的事情 这些都是圣经的两个例子 遭瘟疫而死 那这种遭瘟疫而死的太多太多 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启示录的警告 请大家看启示录第六章 启示录第六章 这里在讲什么呢 这里也在讲瘟疫啊 启示录第六章 我们读七节到八节 来一起读圣经 一二三 解开第四应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做死 音符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这里解开第四应的时候 有一匹灰马的出现 灰色就是死人的颜色 然后骑在马上的呢 他的名字叫做死 所以这个灰马出现的时候 他的重点就是死 死 死 就是死 音符也随着他 音符是什么 音符就是专收死人的 死人气的敌方来的 活人是不会到那边去的 所以这个灰马的出现 很可怕 他的严重性就是一定死 这是必定的 所以第四应的那个可怕 是在 是在 他的四个灾难 为什么他这么可怕呢 因为这里有四个灾难 会杀害人的生命的 那就是刀剑 饥荒 瘟疫 跟野兽 有没有 那刀剑当然就是指战争 凶杀 我们的人类历史上 到今天末世 经过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战争 世界第一次战争 第二次战争 还有各种各样的战争 死亡 冲突 流血 国破 人亡 家庭破碎 种种的凶杀 每天都有人死 每天都因为在斗争 在流血 在凶杀 再来 饥荒 现在我们生活的 这么好 怎么会有饥荒呢 你如果有留意 不久前才有那个蝗虫灾 因为蝗虫灾 因为这个瘟疫的事件 太大了 大家都在重点放在瘟疫 把这个饥荒 蝗虫灾 忽略掉 其实它的灾害也很可怕 它不是 它不是一千万两千万字 几亿字 这样一来的时候几亿字的 所有农货都被它毁坏掉了 那这是饥荒 再来就是瘟疫 现在我们一直在谈的 再来就是野兽 到底野兽是什么呢 我在网上听一些讲道者 特别是外面的牧师讲 他说他不明白什么叫野兽 难道野兽要吃人这么多吗 他们不明白 这个野兽有关乎到灵界的问题 撒旦 邪灵附在人的身上 把人的心换成瘦心 当邪灵 魔鬼附在人身上的时候 你那个人心 已经变成瘦心 很可怕的 那讲起来就是一个一只野兽 看起外表你还是人的 你还是会很有礼貌的 甚至还会问候我 打电话来 来来来来 来叫我要不要去喝咖啡的 有一天你的内心里面愤恨的时候 你嫉妒时候 你贪婪的时候 你恨我的时候 你的心就是野兽的心 这是有关灵界的事情 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 甚至旧约到新约 都有提醒我们 神的工人 神的仆人会变成野兽 吞吃那些羊群 变成一种财狼 吞吃神的百姓那些羊群 这是关乎到灵界问题 这个四样灾害 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你要从世界角度去看 都没问题 你要从属灵真教会里面去看 都OK 因为它有两个层面 都有存在 那总之 这个灰色马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种 这四样灾难 那刚才我们从圣经看 这些灾难 四样大灾难 都是神的愤怒 神的刑法 我们真的要检讨一下了 那这个灾害呢 它要杀死多少人呢 有谁会被杀呢 要会死多少人呢 启示录给我们答案 这里说 它会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四分之一是多少 我最近上网看 我们现在的人口 全世界全球人口 有七十七亿 七十七亿的四分之一 如果是全球性的毁灭 那就是二十亿人 二十亿人会被瘟疫 来毁灭掉了 二十亿 好可怕啊 当然神那连勉 还没有到取 到这么可怕的地步吧 如果真的到最后的时候 按照圣经所讲的 所启示的 真的是这样 我都跟你讲了 在十四世纪以前 三四年里面都死了一亿多人 神讲的话是真实的 现在只是一些 给我们警告而已 那么这个是 所以这个瘟疫 它不会杀死全球人的 神定的数目是四分之一 因为其他的 没有被瘟疫杀死的人呢 他还要被其他的灾殃 其他的事情杀灭掉 这是神的意思 那么他要杀谁呢 这里说是杀那些 地上的 住在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 启示录如果你有注意看 它有分成两种人 一种叫做住在天上的 一种叫做住在地上的 住在地上的 就是属世上的人 属撒旦 属魔鬼的 所行所做的 都是世界的东西的 不是神的 那住在天上的人 他们就是属神的人 所做的 所说的 所行的 都是神 神的话 神要他们行的 所以不一样哦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地上的人 你小心哦 如果我们真的是住在天上的 那我们就有平安了 因此最后我就要让大家思考 我们是住在哪里 我们是住在哪里 就决定了你的平安 还是你的灾祸 请看回诗篇九十一篇 诗篇九十一篇 我们读第一节 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 以三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 第二节 我要论到约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你住在哪里 诗篇九十一篇 有允许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有平安 在神里面 有安全 不怕白日的飞溅 不怕黑夜的金海 不怕黑夜的瘟疫 不怕五件灭人的 不怕不怕不怕 他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你会不怕 因为我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因为我住在神里面 当然不怕了 我们只看到神 就我们不用怕 我们不用担心 可是没有注意看第一节 你住在哪里 弟兄姐妹 我们住在哪里 其实如果把我们分出来了 一种信徒是住在天上的 一种信徒 虽然信了主耶稣 还是住在地上的 九十一篇第一节 一开头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是住在神的隐秘处 神的隐秘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最神里面最深的地方 最隐秘的地方 那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好 那 感谢神 这些道理我们都 非常的熟悉 那这里说 遇到灾难的时候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遇到灾难的时候 特别是灾难 瘟疫也好 刀剑也好 各种的这种 饥荒野兽都好 我们要赶快回到神那边去 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愤怒 回到他的源头 来解决吧 到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常常听一些信徒也好 一些负责人也好 常常觉得来到教会寄会 因为饥荷人多就没有安全 就危险 我的心里很难过 我听到这些话 我很难过 没有错 如果我们跑到外面 去买东西 去人多地方会有危险的 但我们不是去外面 我们今天是来到神的店 神的家 神的避难所 我伤心的是这样 我难过的是这样 你要去哪里 然后在家里就叫做安全 神的家吧 因为这里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山寨 特别这个是神的店 奉主的名 祭会 已经不再是这个建筑物了 已经不再是这种建筑物了 而且我们也把这个堂 正式的时候献给神 献堂你的时候 求你看顾这店 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的时候 求你垂听 那神也回应 说我会看顾 如果有人来祷告 有人来悔改 有人来敬拜 我会垂听 我会赐平安给他们 这是神的允许 所以这个教会 这个店 不再是这个建筑物 这跟外面的建筑物 不一样的 可是有些人很多的理由 那我们就算了吧 我们敬畏神 我们信靠神 我们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一直在怕这个瘟疫 其实有一件事情 比瘟疫更可怕的 比瘟疫更可怕的 那就是 属灵的瘟疫 教会里面有属灵的瘟疫 比现在的病毒 肉体的病毒更可怕 因为肉体的病毒 最多伤害到我们的肉体 属灵的瘟疫 它会伤害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灵命 信仰的灵命死亡 那就是不能进天国的 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已经到了 不能够再看圣经解释了 属灵的瘟疫是什么 就是罪 你看格林多前书 教会里面有许多 外邦人都没有行过的那些罪恶 那些淫乱的事 保罗写信责备他们 这些罪在教会里面扩散 所以他禁止他们 跟这些人来往 连吃饭都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好像流行病毒会传染 连吃饭打招呼都不要 那是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那边讲的 你自己看 他在讲的就是一种流行病毒会传染 这是罪的这个瘟疫 那第二个 什么叫做属灵的瘟疫 那就是那个异端 抵挡真理的那些 事事而非的道理 好像加拿大教会 很快就种了这个病毒 属灵的病毒 异端的病毒 扩散 整个信仰 整个根基都受影响 你在看到启示录的时候 所有教会都 几乎所有教会都已经变子 这个就是属灵的病毒 比我们今天面对的病毒更可怕 所以最后我们开解圣经来记述 开解圣经 给我一点时间 无所谓 请看这个马太福音书第十章 所谓才是最可怕 主耶稣告诉我们 所谓才是最可怕 所谓才是要真正要怕的 主耶稣说的 马太福音书第十章 我们来读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来 一二三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理里的 正要怕他 这不是比病毒更可怕吗 我都说了 病毒感染到最多是我们肉体死亡 肉体本来就会死亡呀 就算我们今天不中这个病毒 不中这个瘟疫 我们再多过几年 或者更长久时间 还是会死的呀 因为死是众人的绝迹 本来就是一种 死亡是众人的绝迹 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 是中了属灵的病毒 而死亡呢 那是永远的呀 主耶稣说 那杀身体 又能够杀灵魂的 是谁呀 那就是真神啊 他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理里 请注意了 毁灭在地理 灭在地理就是永永远远的死亡 永永远远的痛苦 永永远远的黑暗 真要怕他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怕文艺 怕这个怕那个时候 大家都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的时候 我们更要担心的 从今天开始 更要担心的就是 我要怕神 特别是当我骄傲的时候 我要怕神 特别是当我 我贪心的时候 我要怕神 特别是当我贪爱世界的时候 我要怕神 特别我当听到道理 严厉的这种责备的时候 这种提醒的时候 我心里要怕神 不是在恨这个传道 不是在讨厌这个讲道的人 我心里要害怕 害怕神 赶快回赶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呀 我看我们没有啊 我们只是怕病毒啊 怕感染到我们啊 但没有人怕神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我们人生有三怕 有四怕 有好多怕 怕穷 怕死 怕病啊 怕怕怕 没有一个人怕神 这才是真正的可怕 但愿今天这个道理 能够提醒我们 对真神 要更加的敬畏 存心 来敬拜真神 来遵行他的道 一切荣耀归给主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 我们 再度下巴 感谢观看